公式假如一直有出錯 你可以參考的話 你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 也可以看到參考的解答 以後的話 只要做過的答案 我都會放在雲端一份 這個雲端的好處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打不出來 到底不知道到哪裡出錯 你還可以Ctrl C Ctrl C也可以Ctrl V 也可以貼上去 或兩邊比較一下 你上面跟下面 你的跟我的比一下 另外將來撰寫的程式 我講過一定要完美 一個字都不能錯 所以我擔心你們可能會寫錯 所以我有把程式放雲端 以後如果你實在是打錯 沒關係 先拿我的複製貼上 可以先跑 再來把一些程式刪掉 重新再打過 這樣的話 我覺得比較不會有挫折感 再怎麼樣 你會複製貼上 總是至少你程式可以跑 那不是永遠都只有複製貼上 就慢慢的你可以漸進的 至少我覺得你可以把程式放出來 接下來的話 除了REPTL認真 其實你可以運用另外一個函數叫Texter 這Texter非常的重要 很多地方其實如果你會用它的話 很多問題就簡單了 那這個Texter的顧名思義 它就是什麼 文字 文字 其實它最大的用處 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數字轉換成文字 就是剛好跟Value顛倒 有沒有 剛剛我們有提過Value是把文字轉數字 那如果你要把數字轉文字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到用這個方法 那可是要怎麼用在這個範例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綜合練習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綜合練習的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然後保留舊的 怎麼多一個 那你可以按右鍵複製它 不過我建議你用拖拉的 拖拉加Ctrl鍵 Ctrl鍵按住我們再加拖拉 它就會自動幫你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名稱我把它改成叫用 刮虎叫用Texter OK 那這邊跟這邊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我用公式不太不一樣 所以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就是選到最下面 按Delete 我們用Texter來解決問題 那你想說 特別之外 剛剛我用了一個快速鍵 這個我建議是記得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意思就是說 Ctrl向下是跑到最下面 Shift是選取 所以複合鍵就是這個範圍幫我選到底 然後按Delete 這好處就是 以後你不用一直選 有沒有用滑鼠選 有時候選過頭 或者是選 有時候會 還要選很久 OK 這招其實蠻重要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邊 其實如果要把這邊變成什麼 變成三個字的話 其實如果用格式 我先用這兩個儲存格 按右鍵 選這兩個儲存格 格式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在儲存格式裡面 其實可以做很多變化 什麼變化 你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變三碼 可是三碼怎麼變最簡單 自訂一下 自訂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很多格式 其實0的話 表示就是這個數字 如果你兩個0的話 就兩碼 三個0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 0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000 按確定 084 007 就出來了 你想說 老師那你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 全部都把它變成三碼 比較好了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 我把格式改了 但是你把游標 看到資料編輯列裡面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 只是表面上幫你改而已 表面 它實際上 存在Essal的內部 還是原來的資料 它只是一個假象 假的 假的 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 希望可以把什麼 把 就是 這個格式真的把它變成什麼 把數字 有沒有 變成文字 084的話 有沒有 這個是 數字 轉文字喔 那就可以用哪一個函數呢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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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Test 就這個函數 Test 剛好跟Value是顛倒 Value是由文字轉數字 如果你要把數字轉文字的話呢 那就靠Test來完成了 所以這個函數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很多地方做不出來 可是 要如何使用它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使用的方法 前面這個都一樣 等於 09 然後 and 這一個 電信 yes and 一個減號 這個都一樣 然後 不一樣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後面 我要把這一個格式 的結果 把它 84 變成文字 丟到這邊來 那你可以 and Test Test 那特別之外 Test的錢瓜 它這個時候呢 會跟你要 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它叫Value Value就值 值的意思是說 資料在哪裡 白話就是資料 什麼資料 我的資料在這裡啦 OK 就是84 這84幫我帶過來 豆點 那請問一下 你要轉換成什麼樣的格式啊 我們剛剛不是在那個按右鍵出門格式輸入三個零嗎 其實就把那個三個零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叫Formate Test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看到 怎麼Test的話 它一定需要前後雙一號 OK 如果你沒打雙一號 它一定會出錯 然後把什麼呢 剛剛的格式放在這裡 0 0 然後呢 後刮虎一下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就是把那個000放在格式裡面 它就表面上 但你如果要把表面變成實際上的話 那就是再把那個000呢 把它放到這邊來 透過Test 幫我轉一下 就真的變成08次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而且這還蠻好用的喔 哪個地方可以用 我待會兒再舉其他例子喔 我覺得這個 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打勾 有沒有 08次 那後面的話怎麼做 其實就怎麼樣 再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有沒有 然後再貼到後面之後的話 把這個G4呢 改成H4 打個勾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所以你會發現 比起剛剛的REPD加LEN 似乎這個好像比較簡單嘛 結果也不一樣 結果也一模一樣喔 所以再怎麼樣喔 用這個好像似乎會比較理想一些些 所以也就是說 你在解決一個問題上面喔 不單單只能透過一 就是同樣的那個函數喔 其他的函數也許也可以試試看喔 那點兩下 它就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喔 其實你也可以想想看 一般在工作上 常常不外乎就把這三個喔 把它怎麼樣 把它合併成這一個 其實你也可以再把這個工作 把拖拉加Ctrl鍵 再複製過來喔 做什麼呢 反過來 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怎麼樣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把它貼回去 貼回池就可以了 好 複製之後呢 可以選擇印列上 把它的池貼上 OK 那你慢慢就真的貼回去了 然後再把後面這個範圍喔 的資料有沒有 幫我刪掉 然後呢 把它 再做回來 有沒有 常常工作裡面 常常不就是把它合併 不就是再把它分割 對不對 分割應該會啦 有沒有 這個分割的話呢 大概 就是 不過後面可能就是 切割的話 這個用密的應該都可以 只是說密的過來 這個區碼跟末碼 因為最後是要用數字 所以你外面要再包價值 有沒有 它才會把那個文字 再轉成數字 那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我剛剛有多做一個動作就是 拖拉加Ctrl鍵喔 有沒有 就是可以把工作表先複製一個 那你再來練習 會 可以保留 舊的那個公式 OK 拖拉 其實就是 拖拉之後再把Ctrl鍵按下去 放開 它就複製一個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拖拉 拖拉過來有沒有 按Ctrl鍵 那你會發現那個游標會多一個加號 放開 就那個滑鼠那個 左鍵再放開 就多複製一個 OK 這個是複製工作表的練習 因為以後我們可以多做幾個工作表 你可以多練習幾種不同的用法 OK 那當然動作快的同學 除了test做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把 再反向 剛剛是把三個欄位的資料 合併在一起 那現在如果反向過來的話 就是再把 這個貼過 手機的那個欄位貼回去 變成為直 然後再做切割試試看 然後 只要那個 6084 然後要把 你